说实话很多在那儿我看到死去的人 他到死的时候他们家都不知道 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更新消息 在缅北的被骗的经历 今天的视频有什么内容呢 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睡觉你睡几个小时 那在那边没日没夜的 就希望有人来把自己选走 选不走在那边 那不吃饭的时候 他只要不来打你的 那就睡呗 但是他不是让你在那睡觉的 因为在那不准发出声音嘛 然后都人都挤在一起 腿都伸不开 那边每天都很多人进来 所以他那边一天死一两个人 他们觉得很正常 那么多人进来之后 他会把你们的 就是人犯给他们的身份证 手机啊 他会给你标签 天航标签以后 给你手机 他们有各种线的WiFi充电 充电后 先把手机卡拔了 手机卡拔了以后 先放在一个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透明的瓶子里面 然后他先是 就是联行他们的WiFi 他有各种收款码 把你的微信啊 然后支付宝 这花贝啊 信用卡 能刷的钱 强行让你刷脸 告诉他密码 不行就打你 把这个钱都给刷掉 然后再开始 把每个人的标记好的 这个手机卡 什么的 就是身份的 都找出来 对上开始给你做网贷 那我因为 这个疫情这几年 每一年 这个社保 社保都断脚了嘛 然后信用不太好 还有的人在 就是像那种 就是那种 可能没读过大学的 从来没有 没有缴过社保的人 反而网贷很容易代程 还有那种就是 可能只是失业过一两次 就有一个去年 42%的人在我面前 被带了40万 那 他们每个人都会试个几次 轮着试 因为人太多了嘛 每天那边都有一百来个人 他试 可能试一遍不成功 试到第二遍 第三遍 他们有各种网贷的方法 然后如果试三遍不成功 他就换下一个人 因为人太多了 他不缺人 我还好 我前三次试 没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不知道后果不堪设 其实 他那个院子里 有一个小放桌 说他们的那些自己人 然后感觉都是内地的 不知道什么地方 经过第一遍 把你的花呗信用卡 什么都刷版之后 第二遍 给你做网贷 贷款 然后转移 转移这些贷款的钱 第三步就是 把你的手机 都连环各种WiFi之后 他开始 他用他们的那些小号 他们有很多很多手机 各种都标了什么 1234567 用小号开始 加你的微信为好友 然后因为每个人 微信都有很多群嘛 微信付起来 开始加不同人为好友 然后根据那些群里面 发出来了不同的行业的信息 他来编一些兼职 开始骗人 把人往边境骗 或者往泰国骗 再继续这样循环反复的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吧 我被选到一家 就是一家那个诈骗公司 那边都是宾馆的 一栋宾馆就是一家诈骗公司 我被选到那个宾馆的时候 等我腿能爬起来 能走路的时候 他那个桌上写的日期是7月31号 7月底的 也在果敢是吧 对对 因为可能我老 因为那边很多都未成年被骗过去的 有的是大学生暑假被骗过去 我在那边显得老 因为那边很多的未成年 很多的就是大学生暑假被骗过去 那家里面多心痛啊 家里面这边都是独生子女 就被这样子虐待 说实话很多在那儿 我看到死去的人 他到死的时候 他们家都不知道 就像我跟我家平时也 平时也没有联系 我不可能经常打电话 他们那些人到死的时候 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是内地什么地方的人 我不知道他属于未成年 还是大学生 还是大专生 同时他们的家人也绝对不知道 因为我说实话 像我那个年龄 我跟家人一年联系 一个季度可能就联系一次 而且如果没事的话 可能都不联系 所以他们家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 他可能因为暑假一个兼职 可能被骗到国外了 骗到边境了 被卖掉了 我当时我真的 我反思了很久 我当时我在想 我回来以后 我做了几个月的噩梦 我在想 一个人生的时候 是为什么生出来 死的时候为什么死 因为 我说他被冤死的 可是因为他愚蠢 因为认知不够 被骗过去了 我也愚蠢 我被骗过去 这是我侥幸回来了 当死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自己 就这样结束了生命 他的家人不知道 可能祖国都不知道他死掉了 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当时 如果说是你们能够及时的跟家里面 比如说保持固定的联系 家里面的人发现你有联系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异常情况 应该马上采取行动 马上报警 但我其实有试着后来 想办法跟家里取得了一两次联系 偷偷的微信 然后 因为那边每个月会让 会让大家就是手机 就在他们的监视下 在他们拿着墙指着你们监视下 给家里报平安 但报平安只能发一段语音 或者说发点文字 你必须找出一个亲朋好友 一两个人报平安 然后保持一个每个月一次或两次 这样的情况下 等到第三个月 如果你没有业绩 因为那边业绩不好出 诈骗不好 不好做 对不对 没有业绩的话 第三个月会卖到下一个公司 被卖走的时候 就让你强行给家里 就是连上WiFi 通过微信开视频 给你的亲朋好友告诉你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 这个人现在在缅甸在缅北 你必须给我 给你个账号 必须打钱 但很多人打了家里 打了钱 他也没有帮助 就是因为你没有业绩 所以要 要问家里面要钱 你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的这个 花呗什么 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而且他们要钱要的不是一点两点 他们开口就是50万 开口就是50万 那就相当于勒索 那你当时 那就说是被公司选中以后 就是要做这个电信诈骗的 这个工作是吧 他那个团队是针对 就是东南亚的国家 通过那个外国的社交软件 应死 IG嘛 还有推特 还有这些 Line 对 Line What's it 这种软件去 给各种陌生人打招呼 发私信 去加好友 因为每个人四个苹果手机 每个苹果手机 像五个账号 就二十个账号 这个账号随机注册 他会注册谷歌邮箱 然后通 因为他那边有很多网络 就是中国拉过去的网络 这是缅甸当地的网络 一旦比如说今天网络不稳 这个账号被投诉 死掉 死了一个号 你必须保持20个账号 这个账号死了 要赶紧注册 注册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因为手机 它都是24小时 开机的 注册的时候 就是26个英文字母 随便出 输到后面显示绿色 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就OK了 每天给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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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招呼 那用的头像啊 都是从各种软件 国内外各种软件里找的那个 找的有的是男性头像 有的女性头像 有的是中年 有的是青年 有的是老年 这是各种人群撒网 就你就做这个工作 对对对 是吧 那电话打不打 它有的团队是打电话的 那个四路那个团队 是经常打电话 他打电话是通过 弄地 还是在哪里设了一个接口 比如说打过来 你在上海 显示上海的电话 会显示北京的 然后他们是 那个团队好像经常打学生贷 就各种大学生贷款啊 或者有的是 有的是 可能是出国的留学生贷款 他通过一些 可能一些 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 或者一些教育机构 一些金融机构的信息 知道比如你叫张三 叫李四 你是通过出国 或通过什么方式贷款 他们经常打电话 打给各种 他们有的话数 打给各种 各种学生 各种贷款的学生